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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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要謝謝陳明玉跟翁翠萍 他們都把6千塊 拿到了6千塊 來供養給師傅 讓師傅可以 師傅今天也為台海兩岸的戰爭 熱捐了6千塊 等一下給你們看 所以師傅 我自己的6千塊是還沒去領 因為還沒時間搞他那種事 然後 所以我還是非常的感恩 就是說你把你的全部都樂捐給師傅 供養大眾 你樂捐給師傅當然是供養大眾 因為師傅從來也不會從你身上拿任何一毛錢 再來就是你的朋友 你不是有好 對 陳明玉他是很感人的 他有一個朋友是嫁給韓國人 然後他自己也是老師 然後他有腦部發生的腫瘤 然後師傅上上個禮拜 陳明玉有請書為他回鄉 我一回鄉 他這個人是有病 而且病得不輕 然後後來我跟陳明玉講 他說對 他這真的是很嚴重 二十幾年了 我說現在已經到了 你不去處理都不可以的時候了 你一定要勸他去處理 而且他女兒也生病了 所以陳明玉他有多慈悲我告訴你 他自己出了錢 然後用這兩個母女的名義 參加了傑宜宣的那個年戶磁方案 就是台灣選粉 因為他們不是上課嘛對不對 台灣選粉年戶磁方案一萬二 對 所以真的很了不起 他們兩個都很了不起 所以我們給他掌聲鼓勵 這個真的是很了不起 特別是在別人最困苦的時候 知道要怎麼來有效的幫助他 因為他加入以後 似乎一定是每天為這些有加入的人回向的 必然是這麼做的 譬如說吧 那個張慧珍他沒來上課了嘛 對吧 但是他的弟弟兩個弟弟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就用他兩個弟弟參加了選粉護持方案 因為他們不是學生就沒有辦法參加常態基金嘛 所以他就參加兩個選粉護持方案 現在張慧珍雖然沒有來上課 你想師傅會不會回向給他兩個弟弟啊 當然一定會啊 因為他就是會員嘛 所以會員一定是有一個會員名單 然後師傅每天都來回向給他們 所以如果我沒有譬如說吧 翁翠萍他以前是特別小氣的嘛 對吧 他喜歡把他供養給師傅的錢又拿回去 所以其實那是沒有長遠性的 因為你拿回去我不可能為你回向啊 對吧 名單上面就沒有你嘛對吧 那你沒有拿回去轉成那個付權 付權也有付權的名單喔 你要知道 所以我們每一個禮拜的名單的那個帳目 都特別清楚 為什麼要及時趕上這個帳目 因為你那個帳目就牽扯到 我要回向多少人的這個名單嘛 所以這是無比重要的嘛對吧 所以那個那個選粉護持方案 因為人很多 所以我一個禮拜才會 才會招式一戶人家 但是你加入的時候就開始進入回向哪名單了 這個禮拜 我們是每個月26號招式帳目嗎 這個月要招式的不是金文廷跟佩甄老師不是 因為比他們前繳就是往前繳 就是4月26號要招式的是1月31號已經繳的林明淮跟林秀卿 所以他是按照加入的時間表來公告一個月公告一戶人家 但是從你加入開始就已經進入回向哪名單了 好 那再來就是 講到這個世間無常對吧 你們知道馬英九從中國大陸回來以後 他也有出國計畫了你知道嗎 你們不是都要看那個新聞熱點嗎 怎麼考了連這都不對啊都不會啊 所以你的你為什麼跑不好你的那個什麼 閱讀量那麼差一定跟你的熱點是 新聞熱點是非常有關係 你沒有直擊新聞熱點的要害 你也沒有善用那個話題 待會我們聽聽反敗為勝的那個翁翠萍 來聽聽看他怎麼反敗為勝 你看了他 你昨天看了他對你沒有影響對吧 那就太齁錯了對吧 我現在要講世間無常迅速 就講到馬英九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急著要參加歐洲的峰會 你知道嗎 他要去演講 他的講題 主題 他的主題他當然有主題有副題 對就像我師傅教你們那樣主題副題 他的主題台灣是否會淪為第二個烏克蘭 第二個台灣的地緣政治關係 他的副題是台灣的地緣政治關係 因為台灣的地緣政治關係 就會引發大國來規討 對不對 來規討這個島國 所以 也許你不知道台灣的處境有多艱辛 多危險 你不知道 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你知道 台灣的處境 不是你想像中的那麼樂觀 大家還答一道不行 還拿著6千塊到處去玩到處去買 完全不知道沒有王國的概念 這是很可怕的 所以現在的戰爭因為都是核武都是導彈 你要躲到哪去啊 你只有增加積累福報 讓導彈來的時候 你跟導彈的那個不會相應嘛 那個頻率不會相應 否則請問你你要躲到哪去 你問我要躲到哪去 老實說 沒地方可以躲啦 以前說可以躲在防空洞裡頭 現在防空洞是不管用的 你看我們的政府有在蓋防空洞嗎 這麼危急的時候 也沒有看到蓋防空洞啊 是沒有用的 我提醒你 時事已經非常的緊急了 如果你還不知道要積累福報的話 我說那我拿你也沒辦法 你就只能等著挨炸嘛 對吧 所以閱讀量就是讓你能夠積累福報 好 否則你到時候連逃都逃不了 好 那我們現在請翁翠平來分享 因為你本來是最差的嘛 現在就是 就是 蔣路華了嘛 對吧 你趕過他了 已經脫離最後一名 師父 各位師兄 我跟鄧阿貴拉容 陳昭平說明一下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是碰到了想要怎麼面對 過去也是就是師父教的方法 也都努力的去做 錯 師傅沒有教你那麼爛的方法 你看你的那個直擊新聞要害 你寫那麼長 然後跟新聞都沒有關係 你說那是師傅教的方法錯 你經常都是嫁禍給師傅 自己都不承認啦 是我做的不好 你根本搞不清楚嘛 所以還要師傅講 第一行要寫什麼 要空一格再來直擊新聞熱點 第二行要寫什麼 第三行要寫什麼 我在想你們比小學生更慘 真的更慘 謝謝師傅有這麼大的耐心 對我們這個愚痴的 不得不好嗎 那昨天呢 前天就是覺得就是說 這已經爛到不行了 你也知道爛到不行 總是想要突破嘛 對 所以很奇怪那天晚上我也是就是早早很累 睡了兩個小時就醒過來了 那時候是幾點 十二點半 OK 因為前面一天眼睛用得很累 然後你前一天你都沒有轉發嗎 沒有運作嗎 有 就是照師傅一再提醒的 九點左右就要開始做了 對 那那個時候我就照過去的方式就是 就是法布師材料就把它拿到這個FB 然後去留言 對 然後我大概四個法布師 每一個法布師就找那個 相應的時事話題 對 大概三個到五個地方去留言 對 這樣弄一弄 為什麼你每一次都是留三到五個 這個我也很納悶 我一留就幾十個 你為什麼是一留三到五個啊 會被封鎖 過去的經驗 但是我沒被封鎖過呀 我沒有啊 我每一次一留就是二三十個 師傅能量比較高 然後呢 因為過去就好幾次就是你留言到超過五次 六次再以上就封鎖 不是耶 你們留言一定要有技巧啦 我常常跟蔣路華講 他一天到晚被封鎖 現在也被封鎖 你應該一三五就是一三五這個時段 我發哪幾個社團 你自己要做記號啊 一三五就是 因為他那個社團不也是有按照順序 只是沒有編號嗎 所以你就一三五七九 就是現在譬如說是六點半的 你就發這些 然後到九點的時候 要準備九點 那就二四六這樣子發 所有的社團你都可以發 那到十一點的時候 又輪回來一三五 對吧 可是他還是有一個上限 就是你不管是幾個社團 他整個你都是在FB留言 他會有一個總的那個 他好像是這樣 但是我從來沒有被封鎖過 我到現在為止沒有被封鎖過 我的方法就是一三五 我就是跳著走 而不是呆呆的 這所有的一直發 不是這樣 一三五然後二四六這樣子發 到時候第三個時段的時候 再回來一三五 那已經又是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以後的事了 人家也不會記得你 你發了些什麼 而且你第一次六點半發給一三五這些人 譬如說是昨天的播出 昨天播出什麼 今天禮拜四 昨天是教學相長 維模94吧 對 維模94 不是主題是什麼 忘了 反正就是說 你那個 一三五 早上六點半的時候 你是播 昨天 因為今天還沒出來 你昨天的那個教學相長播出了 對吧 九點的時候你是播二四六 再來十一點的時候 你又要播一三五 可千萬不要又去播維模的94 太呆了 一定要跳著 我們有四個視頻嗎 方便你調度不是嗎 我比較不是找社團 我比較是找隨機的新聞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就是網頁這樣子 所以我不是固定的 你應該要有基本的社團 你找的那個是額外的 你一定要有基本的社團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你看那個楊宗憲跑這麼好 他就是有社團 他以前剛開始他被我K 是他發了七八個社團 我說你才發七八個社團 我說我不參與運作閱讀量的 我都有二十二個社團 我拍照給他看 你看吧 所以後來他也 猛加社團猛加社團 他現在應該很多了 現在你有多少 四五十個 有嗎 還是 有多少 二十幾個嗎 現在還在二十幾個嗎 對 但是我自己是全部都發 所以他的比較像師傅的 全部都發 但是我還是有一三五這樣子 跳著發 對 然後每天這些 我一定會發到完 對 這是你的基本客戶 而且他會跟你有感情 就像楊宗憲 他跑那麼好 就是他表現很好 他很有禮貌 我看他在那群組裡頭 都很有禮貌 人家會主動幫他推啊 你要知道啊 對吧 像我的社團裡頭 也有幾個 那個管理員 女性的 就跟我特別好的 他也會幫我推啊 對吧 而且他哪至於 要出國去了 他都會跟師傅講 我要去德國啦 德國有時差 所以大概是 師傅你掛出來的時候 沒辦法及時幫你推 你看 你要培養這種關係啦 這不一定叫做 關係導向 因為你也不認識他 你從來沒見過面 但是 這個就是盟友的關係 盟友的關係 他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他也會跟你講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點贊啊 你需要搭配這種關係 這是最基礎的 你如果沒有這一塊的話 你就很累 你這一次可能很好 你下一次也許零分 因為你這一塊是你的堡壘 你沒有嘛 對吧 等一下我們聽聽 楊宗憲他怎麼經營 他始終很好 而且穩定 對吧 穩定是很重要的嘛 對 所以你應該要加強這一塊 你有幾個社團 所以你們都不對嘛 不應該是這麼經營的嘛 對嘛 那天請教林柔師兄 他也叫我說你要去經營社團這一塊 他也有這個建議 社團是基礎 是你的堡壘 你一定要去做這一塊 對 你看師傅不參與運作閱讀量 我現在已經有三十幾個社團了 從以前我說我有二十幾 我現在又增加了三十幾個了 對 所以這個一定要做 你這個沒做是沒辦法的 不會有長遠性 你說的那個是 偶爾蹦出來火花 但是不見得 永遠都會人家 因為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誰嘛 對吧 好要朝這個方向努力 對 一定要去加社團 是 那前天晚上呢 就是東想西想想不出 什麼辦法 後來就想說 以前好像這個留言互貼 曾經就是說 好像也是 那時候不是這樣子互貼 我這兩天遭遇到的是 互貼的FB的部分被封 那過去是我就直接到FB去留言的時候 流太多了被封 那個時候被封的時候 就曾經試過 就說YouTube的留言多留一點 所以我就想說 那是不是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做一下 在YouTube留言是嗎 那這個是一個新的路線 因為我們太過於重視FB了 忽略了YouTube還有LINE LINE其實也是一大塊 對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過去是比較多用這個YouTube留言 以前是多用FB 那個時候被FB封的時候 就去多用那個YouTube 那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平常也在做這個 從YouTube留言然後再互貼到FB 那我就想說 這個部分我就來做做看試試看 所以我就開始這樣子做 開始這樣子做 所以昨天晚上都是大部分是在FB 在YouTube是嗎 對 從YouTube留言然後再互貼到FB 那我從 那妳FB不是已經被封了嗎 那個時候早上的沒有 早上的我就拼命留 沒有想到在那裡會被封 所以什麼時候被封的 是傍晚的時候 昨天傍晚 對 我當大念那天的傍晚 那我一大早 我一整夜後來我就沒有睡 那我就那個時候就開始 一直在那個YouTube留言 那留言然後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小時以後 我就開始看到那個 再增長 閱讀量才增加 對對對 那後來我就想說 你知道嗎 這些夜貓族 他晚上是真的不睡覺 他越晚精神越好 是 以前陳超鳳大律師還在決宣的時候 他就專門在跑夜貓的 為什麼 因為他以前有網遊的習慣 就是打遊戲的習慣 所以後來加入決宣以後 他說決宣太忙了 所以把他的網遊的惡習 借除了 所以他說他老公特別感謝的就是決宣 竟然把他的夫人的那個網遊的惡習 借除了 然後就發生他就很會經營晚上的那個夜貓量 因為他自己就走過來 他知道晚上那些人是不睡覺的 然後福建的李良才 李良才就懷疑他作假 他說哪有可能一個晚上能跑那麼多 我就告訴李良才說 你自己沒做過你千萬不要止傷罵懷 那一定是夜貓量一定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現在跑夜貓量你也知道 夜貓量是不可思議的 那一票人都不睡覺的你要知道 那因為過去我們就是晚上9點開始經營的時候 主要是去FB 那有的時候很好 但是有的時候就不理想 那但是前天晚上發生那個 就是我想到這個方法覺得有效之後 我就開始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大概從12點半到4點鐘 從這中間有1點鐘到2點的時候是停電 我們家那個附近那一天早就被通知 1點到5點要停電 那我就想說天滅我也 那一個小時後來我就也沒 可是停電跟熱有關嗎 你不需要用Wi-Fi你用4G就可以了 不是那全黑但是我知道 全黑那你不就有台燈嗎 沒有電啦 沒有台燈是充電已經充好的 我們家沒有 家裡都要準備這個東西 要不然地震來的時候你怎麼辦 全部都黑了 那時候921大地震的時候也是 家裡通通都黑了 突然斷電了很多人都買那個 炭照明燈都買不到了嘛 為什麼大家都搶 你看師父老早就 這是家庭必備的一定要的 就是充電室的照明設備 照明設備啊 充電你就已經隨時都充好在那 然後斷電的時候它自己就亮了 你怎麼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們家誰有充電室的照明設備 誰有 你是單身所以你有危機意識 對 那個沈榮海你沒有喔 你應該要有啊 因為你們年紀都這麼大了嘛 對吧 到時候你摸黑要摸到哪去啊 所以一定要有充電式的照明設備 平常你都是一直充在那兒啊 你就一直充 所以它是保電的狀態 然後 然後 這個 一停電 它自動就啟動那個照明設備 就亮了 對 一定要有啊 怎麼能夠沒有啊 好 太呆了嘛 但是還好那一天就是 停電只有一個小時 就來電了 對 我就開始 再開始繼續做 繼續那個在YouTube留言 然後就這樣子 從12點半左右 開始到4點鐘 就三個合格了 三個就已經合格了 對 太了不起了 但是就只有那個解身祕精16級 它從12點到4點 它就是只增加2點 但是我都是四個法布師 我就同時一起貼嘛 那這個沒有辦法 就是每一個人的喜好不一樣 所以 對 那後來我就還是一直繼續做 我大概這樣一整夜 我大概貼了11套 11套 對 你平常貼什麼3、5套 我好早我就想要問你 為什麼只貼3、5套啊 太奇怪了 而且你還自得其樂 3、5套好像很多了 那不是這種貼法 一定是 像我的話是每一個社團 我一定都貼的 對 所以那天早上 後來就到5點以後 我就開始做 當天要做的準備的工作 等到6點25分 鬧鐘響了要統計了 對 我去統計才發現不得了 數字都漂亮的不得了 都氣獎了 都氣獎了 不只合格了 所以現在第一名是你啊 不是那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三個氣獎一個合格 是 對 那個合格本來是 只增加2點的 結果沒想到它不只合格還多出來 對 變成合格 我也不知道這能量 它是累積到後來才蹦開來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所以那天的情形就這樣子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你有努力跑 你必然有成果 而且你方法要正確 你不能方法不正確 決先現在打算要開除 兩二十幾個人 到4月17號 你沒有晉升成功 你就會被開除 包括尤捐 尤捐中限利都一樣 師傅向來 決議宣最大的特色 零資產公平公開公正 所以零口舌零是非 然後現在的中限利也面臨要被開除 到17號 今天是14、13號 我今天跟他通話 我很少跟他通話 因為太忙了 我今天跟他通話 我說 他說 你現在是欠哪一樣 然後他就說 我說我聽尤捐講你的閱讀量 經常不合格 他說 我現在找到一個方法了 我現在已經合格兩天了 我說你找到什麼方法 他說就是師傅交的第一行些什麼 第二行些什麼 第三行 我說那你們以前都沒有按照這個嗎 他說沒有 然後他說 他還增加一個我認為是可行的 你們也可以用 第一行不是警號 然後叫什麼 話題 空格直擊新聞要點 對吧 他第二行他就 在評論那個新聞要點 然後才開始 就是我們的那個話題 然後再來就是鏈結 所以他拓展成為四行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 譬如說吧 我以馬英九那個例子 警號話題馬英九 然後那個新聞熱點前往希臘 然後我要怎麼評論他 初期至勝改變台灣命運 我就兩句就好了 我不是規定你們兩句嗎 你不能太長啊 他 那鍾先利說 他也就是吻合我的要求兩句 我的那個新聞熱點是前往希臘 然後初期至勝 然後因為他會講什麼 他那個議題肯定是非常吸引人的 人家每一個人都在看 台灣會不會淪陷 變成是烏克蘭第二 但是他最主要 他還是要講台灣的地緣的政治關係 導致很多大國來寄予對吧 然後所以初期至勝 然後我剛剛講了什麼 改變台灣命運 對就這樣兩句 然後接下來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我們的推薦語 再來就是 就是什麼 戀結 對 這個前往希臘這件事情 一定還會一直發燒 因為他那個歐洲峰會好像是5月 好像是5月嗎 5月初還是4月底 我忘掉了 現在已經13號了對吧 就是不久的將來就要 就要 就幾天以後就要舉行了 所以這幾天都可以寫這個話題 前往希臘 馬英九 前往希臘 對 師傅還有最後一點我要講的就是 後來白天的話 因為我的充電線的關係 處理這些雜七雜八的事 所以我一直 然後再加上一些例行的也要做 對 一直到下午差不多3、4點以後 我又開始有時間我就想要再來貼 那個YouTube留言再互貼到FB 對 可是沒想到這個時候 我大概做 被封了 大概做了五六套而已喔 那我在那個 在從YouTube互貼到FB的時候 我就被封了 他說你被 就是說講了一串話說你被禁止做這些 怎樣子違法的這什麼留言之類就不可以 那結果我就只剩下能夠在YouTube留言 但是這樣子也有效 後來那個當天的法布施 就是有兩個時段都合格 超過合格線 對 那其他的就還被重計這樣子 那就是從昨天傍晚4點 重計那沒辦法啦 你們不用太在乎重計啦 重計就是那個當事人讀者 他打開以後他沒有聽30秒嘛 那有什麼好計較的啊 你知道中國大陸是更嚴的 你們聽過喜馬拉雅吧 喜馬拉雅有多元 你的讀者要聽你的音頻 因為喜馬拉雅是音頻 他沒有視頻 要聽你的音頻長達7分鐘 你沒有超過7分鐘 他直接就把你拉掉 所以你30秒那有什麼 你們老愛講重計老愛講重計 我不是都已經告訴你們 重計是怎麼一回事 你就不用再講重計的事了嘛 你沒有辦法掌握啊 對吧 這是不可抗力嘛 對吧 你也沒有辦法對你的讀者宣告 你要聽30秒 30秒我覺得那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有些人打開來看這個議題我根本不喜歡 他就關掉了嘛 對吧 必然導致重計 那你不用太在意那些重計 你們經常也要把他嫁禍給重計 我覺得那就太無恥了吧 對吧 好 好 那那個 就從昨天傍晚4點半左右被FB封了以後 然後從今天早上一開始我一直嘗試要去 所以那個YouTube都沒有封你 反而FB 對 對 就是過去被FB封是封鎖 是在他的那個臉書那邊被他封 這次是我第一次才發現 就是我從YouTube互貼到FB 居然也會被封鎖 就是這次體會到的 而且昨天封了以後 今天一整天我試了好幾次都是留言失敗 都不行 可是我覺得你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你說你在FB被封鎖 以前曾經被封鎖 那你想說你從YouTube要 就是複製黏貼到FB 你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也會被封鎖 這個來源從哪裡來他不會管你 是你貼啊 因為你一直都有被封進的這個紀錄 所以他會對你的那個黏貼特別的敏感 而不是你從哪裡來啊 你要從Instagram來也可以 你要從LINE來也可以啊 對吧 是 就是沒有想到 唉唷 你沒想到的事太多了 我們在互貼的時候太容易被封 就是因為他可能覺得你太平凡 但是我後來發現 他給你封了以後 你不要用互貼的方式 你等於說你YouTube留言以後 你去開FB的那個APP 你不要透過留言的方式 所以你會比較麻煩 等於說你YouTube流完 然後YouTube copy以後 然後關起來去開FB 我現在發現我被因為附貼 等於這兩個鏈結之間可能有bug 或是幹嘛的 你雖然因為你看 看是被他封了 事實上由APP進去 你並沒有被封 你可以試試看我是這樣 FB的APP 對 就FB嘛 你等於關掉YouTube的時候 你進去FB 就可以留言 但是如果你透過貼的方式 YouTube不是那個 如果是那個名譽給我們的鏈結 在一起的時候 你互貼在做的時候 可能是速度太快或是幹嘛 他覺得你這是異常操作 他直接就把你說你瘋了 這是我 因為我常常我想說 為什麼兩三天 他今天不也是被封嗎 兩三天就要被封 兩三天就要被封 但是後來 可是我還是一樣要交作業 我總不能說被封 我就不附貼的作業要交 所以後來我才會想說我關掉 不用附貼的方式 我麻煩一點 我要每一次都開FB 然後用搜索FB 不是有那個嗎 把那個大家的貼文搜索出來 法師的那個原始的 重開FB的APP 但是這樣進去就可以貼 對 我的方法是這樣 當我是互貼的時候被說 但是我想你這個方法 那久了他也會請協到 對 就是 對 是 我目前是可以 如果他 我在互貼的時候被他搜到 我覺得我從來沒有被封過 我就是135 6點半 然後246 9點 然後再來135 就到11點了 你中間都相隔幾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 他怎麼會聯想到你在幹嘛 對吧 所以一定要用腦袋 一定要用腦袋 我發現你們太沒有智慧了 一直被封 然後也不去管 不去查到底是什麼原因 你每一次就在那邊罵罵罵罵 把自己都搞得負能量累累 做事一定不是這樣 一定要有方法 一定要有方法 而且我這個方法跟他講的 都不曉得幾個月了 他連聽都不聽 自以為了不起 然後整天在那邊 我又被封了 我又被封了 我心裡都在想 你被封就活該 你就沒腦袋 對吧 跟你講你也不聽 然後自己用那個最爛的方法 在那邊 天天都在被封對吧 那我有什麼辦法 師傅我的說明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好 非常感謝您 請大家給掌聲鼓勵 然後我們現在請那個誰 楊宗憲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師兄各位 師傅各位師兄 我是楊宗憲 我試著分享我經營的心得 好 我的主要經營的部分 還是以社團為主 對 那我會在 因為他很多 你一旦加入一個社團 他就會一直推薦你其他的不同的社團 對對對 是 那所以加社團這件事情其實是蠻簡單的 嗯 是 所以要拓展社團這件事情不困難 重點是 但是 嗯 就是還是在於那個 PO文的內容的 那個 能不能夠吸引人家的眼球 我覺得比較重要這樣 對 對對對 非常好 非常好 那再來就是 因為在PO社團其實是蠻 欸 你要不停的連貼這樣子 那其實是還蠻費工的 那我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我會先貼到我自己的主頁 然後 再從一個主頁再去做分享 喔 就是我自己貼到我的主頁以後 對對對 然後在我的主頁再同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 文章裡面再去做分享 那分享以後他會 跑出來就是說 你分享了幾次這樣子 喔 了解 對對對 那我直接從那分享幾次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 快速的進到我PO的每一個社團 他會像列表一樣就列出來這樣子 喔 對那所以我可以一次的去把所有的 這些社團都搞定 對 他把它列表出來 那我可以 我可以去做活化的這些 活化的工作 比如說去按讚 或去跟人家在那邊打招呼 對跟人家打招呼 也幫別人按讚 對 就不用一次在那邊一直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對 這樣子會覺得比較好 喔 那這個方法你們都得要去學 像他取經 喔這個方法失誤都還不會呢 對 是 太了不起了 真的太了不起了 為什麼你不是 從那個分享到社團 像我是 譬如說我掛出來給大家 我就從那邊分享 然後他不是有選項嗎 有一個就是分享到社團 對 你就按分享到社團 他就跑掉了 不是嗎 對對 但是我會想要 我分享出去的文章的話 我還會再去讓他 再幾個小時以後 我希望能夠再重新留言 重新跑一次 有時候在上面做留言 在上面再跟人家打個招呼 喔了解 所以這個優勢是方便於你下一次還要再分享的時候 對 是是是 所以這聽起來是非常非常棒的一招 你們都得要過去學習 對 這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真的太重要了 對 而且你看他楊宗憲的那個經營閱讀量也是非常穩定喔 非常漂亮的穩定喔 所以他一定有一些獨到的方法嘛 對吧 嗯 好 還要傳授給什麼給我們嗎 那是我自己在嘗試經營的就是 因為我還是希望能夠累積粉絲啊 所以我自己有 沒有沒有在師父的允許下 我才有自己建了一個社團 粉絲頁 對 就是粉絲頁 那我那個粉絲頁叫不二中道這樣 喔難怪我就看到有不二中道 有 對對對 那是你個人的粉絲頁 對對對 不是我自己的 畢業以為是一個社團這樣 那我會破到那個 不是 粉絲頁他就是一個社團的型態 跟個人是不一樣 粉絲頁就是你 你創建一個粉絲頁 任何人都可以創建粉絲頁啦 然後你創建一個粉絲頁 你就是版主啦 對 你就是管理員啦 是 對 這也是可行的 如果你有空的話 我是沒有創建粉絲頁 因為我太忙了 你們也可以啊 你們自己就可以當 當版主 但是 可能就是 版主也是很忙對不對 你還要招呼那些粉絲 是粉專 對 但是我目前還沒有粉絲 但是我是嘗試在 你現在沒有粉絲嗎 沒有沒有 那你粉絲頁成立多久了 成立大概一個禮拜而已 一個禮拜 是 所以你現在在招粉絲 對嗎 對 我會把 我會在那個粉絲頁上面PO文 對 用剛才的方法 再把粉絲頁的文章再分享出去 對 是的 從粉絲頁分享出去 對 那就有機會被訂閱這樣 對 是的 是的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開粉絲頁 不是只有楊宗憲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條件的規定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我以前就講過嘛 我自己沒有粉絲頁是因為 我太忙了 我覺得我恐怕會負荷不來 對 就現在的那幾十個那個 那個什麼 社團 有時候我都來不及去打招呼 對 是 所以 你們也可以嘗試開粉絲頁 我認為這個是會有效的 但是你要去經營 就像管理員一樣 你要去跟大家虛寒問暖 然後你要審核這一個 別人投進來的這個文章 要不要讓他掛上啊 還是要讓他休息躺平啊 你就是有權利做這個事 你也得要這麼做 對 要篩選就對了 好 好 那我來開一個粉絲頁 如果他要用我們題目的話 人家不相信 如果我們不道理不夠 如果來的話受生不夠 OK 師傅開 對你們在下面留言 對你們在下面留言 會比我們這樣亂接喔 對對對 其實我們每天發那麼多資訊 人家比較多 可能因為我們像我們專長 你會生產 一個禮拜叫三百多多 嗯 嗯 你們有看那個大稻廠 大稻廠的量比我們多太多 留言 而且你看得出來他都是 他都是為了留言而留言 比如感恩什麼法師 你今天的講課太精彩了 你今天跟講這句話 你講你也知道喔 是 很多人都會看到 是不是人這樣放多資訊 有時候流太文周周的話 人家講的 對留言一定要白話 但而且你不要想要 要有什麼教化的功能 千萬不要教化 因為你的教化牛頭不對馬嘴 然後你也不要用文元文 書不是有給你們警號 然後每天都有給你至少六個 或七個警號 你千萬別把那個 直接拿去當你的話題 不是那個是要讓你 引發你的那個創意 然後你可以從這個創意裡頭 去發展你自己的話題 你知道意思嗎 對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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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你們的留言一定要白話 一定要白話 你們太宗教化 比如沈榮海寫 圓滿無礙 一聽就知道太宗教了 對吧 面對非崛西宣地址 非宗教徒 你一定不能用這種語言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淺顯又易懂 讓他能夠願意進來看師父的文章 所有的教化工作通通都是師父的播出文 在做教化的工作 其他的你是不需要 你看師父給你們推薦語 也是特別淺顯易懂 對吧 比如說今天的推薦語是 身心靈割裂 所以價值觀扭曲對吧 這就非常的白話 對吧 然後不二中道是 東方不敗的高金王派 不二中道你沒有辦法再淺顯 那個是專有名詞 但是 東方不敗這個是吸引他 想要進來看的 的重點 像有人留言的話 對 對 就會被通知 就會被通知 對 而且感謝也順非常好 是啊 但是感謝不是話題 你一定千萬不要把感謝當作話題 話題一定是 你得要去熱搜裡頭 找現在流行什麼 譬如說 現在 敬禮你 敬禮你 你大學生那個敬禮你 然後 你要 今天最新的發展 是 找到工作 人家就會想 他找到什麼樣子的工作 對吧 然後你就 你 你還要 像中仙麗他說 他有評論這個 這個 新聞熱點 他 譬如說 敬禮你 找到工作 他不願意回來 他在那邊找到工作 然後你就要留言 你就要評論說 是 更危險的開始 因為他等於是準備要被賣進去了 對吧 所以你要類似像這樣子去 去運作 加上你自己的評論 對 所以你那個話題一定不是感 感謝的話 不是 感謝的話 感謝的話跟話題完全扯不上 話題一定是你要 在網上新聞熱搜裡頭 收到現在在講什麼 對不對 譬如說 郭台銘參選 你要警號郭台銘 控格參選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評論 對郭台銘參選這件事情的評論 搭檔要對 否則慘敗 他的搭檔 他現在是想要找韓國瑜 對吧 但是可能還會有更強的 那個 侯友宜 那邊可能還會有比他強的 那個角足的對手 對 所以 以此類推啦 以此類推就對了 對 所以 話題一定不是感恩語 你以前就是一直都是錯 你一直把 我每次說你們要話題話題 你每一次都是感恩師傅什麼時候 那個感恩語一定不是話題 一定不是 話題是來自於新聞熱點 你要去看現在在流行什麼 現在現在在大家特別熱門的 譬如說吧 汪曉飛返台 這也是也是新聞 一大熱新聞 因為他跟台灣就關係搞不好了 可是他突然返台 為什麼你要請號 汪曉飛返台 然後空閣為什麼 原來回來把妹啊 原來回來把妹啊 他不是回來見大S什麼 什麼眾事都沒有 原來是回來把妹啊 就是你要用這些新聞的熱點去 吸引人家看師傅的那個掛出 這個就是手腕這樣可以嗎 那個沈榮海我看你都沒在聽 但是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什麼很爛啊 你的那個閱讀量很爛啊 你在寫 你在寫 這寫什麼 這寫師傅講的重點 這寫師傅講的重點 有那個 整個話我一進來 他就已經在講教 我有看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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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很認真 對 但是上課態度不對啦 好 那還有嗎 你們還有什麼 接下來的 第一爛的就是他啦 第二爛的是你啦 第三爛的是 是沈榮海啦 第四爛的是 是 是 是謝明忠 但是謝明忠的那個 謝明忠的大內心得寫得非常好 最感人的一句話就是說 我雖然很爛但是我堅持到底 那這個人就完全沒有堅持的精神啊 擺爛 一直 喔 反正我就是沒辦法了 就沒辦法了 做人不是這樣子 做人做事都不應該這種態度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嘛 即便是很爛 像翁崔萍那麼爛 他現在為什麼會覺醒 就是因為爛透了嘛 對吧 所以他想辦法覺醒了嘛 十二點 半月十二點起來跑嘛 他昨天我聽到他 那什麼九點 九點多 開始要跑閱讀量了 他竟然在打電話 請人家幫他跑閱讀量 我說你是什麼鬼啊 對吧 你還在 關西島上 你就完全都不對啊 閱讀量是要讓你練習 你自己有辦法運作啊 老早事物就講過 你任何一個關係導向 都是錯誤的 為什麼 譬如說吧 沈榮海呢 他喜歡找 蔣榮麗啊 林惠美幫忙 因為都是親人嘛 對吧 他不找他們 他們也會幫忙啦 但是我跟沈榮海講過 他們的幫忙 基本上是無濟於事 為什麼 他也不知道 話題怎麼運用 他也不知道 話題完了以後 要接新聞熱點 對這一套完全不熟 現在的閱讀量 一定跟關西島上是沒有關係的 一定沒有關係 你到現在還停留在關西島上 那你就差遠了嘛 差了十萬八千里啊 你永遠都是在靠別人 別人可以讓你靠嗎 你看吧 你的閱讀量爛到可以 對吧 所以你要靠誰呢 這些人 你宣外的人 他基本上完全沒有正確的操作的概念 你是連講都不用去講 你差一個兩個好不好 你的親兄弟他們對FB很熟 他可以馬上救急 其他的什麼 謝瑞琴 唉唷 拜託你還打電話給謝瑞琴 就牛頭不對馬嘴嘛 對不對 一個人待也不能待到如此地步 是一定要杜絕關西島上 沒有用 一定沒有用 因為他如果沒有用 用那個什麼 用話題的方式 他也運作不了 頂多給你點一個好不好 你要一個要幹嘛嘛 對吧 你浪費時間嘛 一定要自己跑啦 自己訓練自己的生命力的成長 你拜託別人 那都已經過氣了 那種方法千萬不要再用了 因為沒有效嘛 你只是浪費時間而已嘛 對吧 好 好 那 今天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檢討 因為你那個閱讀量不好的話 你的生命力很低下 我比較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危機重重啊 台灣的處境 不是你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我發現台灣人完全沒有危機感 完全拿到六千塊錢 就好像拿到六千萬一樣 高興到不行啊 然後天快塌下來了 他也不管 他就是 哇 一窩蜂牆啊 就是沒有意義的 真的 台灣大部分很多人 他是根本 不認為會戰爭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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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比較不適合他們 對不對 他們講話很領教 很...怎麼樣啊 很...什麼樣啊 他說 你說什麼 我沒聽懂半句啊 因為我太敢講 這有什麼 我發現你這個也不敢 那個也不敢 你... 所以你不是沒有用麥克風 就不會收你這樣 男生 我自己看到一個人就說 有種就打破了 他兩隻跟衝擊 裴若錫太子的東西 喔 那... 那就呆子嘛 可是呆子哪一個國家沒有啊 這也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嘛 而且 不惡中道不是 呆子你也要超越他 智者你也要超越他嘛 你顯然沒有嘛 對吧 你顯然被呆子給打垮了嘛 師父也都在看新聞啊 這些人怎麼發言 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從來不受他影響啊 對吧 就是知道說台灣人沒有危機感嘛 沒有危機的意識 沒錯 我家裡除了我以外 他們都認為我不會談 對 應該是說 所以這補齊比起來 我家人卻不認同 你看嘛 如果說台灣不危險 馬英九到中國大陸去幹嘛 美其民事去掃墓啊 因為你沒有比掃墓更好的時機 可以講啦 可以去啦 對吧 而且... 而且你看 這個完了 馬上要衝到 衝到那個 希臘去 他是發言者喔 他是那個大會的發言人喔 而且去講跟台灣相關的主題嘛 這個是他想要救台灣的方法 他幹嘛要大事周章 你可以 不能呆到 呆到都 飛彈都已經進來了 你還在那邊 喔不會喔 不會喔 那不跟滿清的時候一樣嗎 拿那個義和團貼服 然後去面對英國的大炮 你太呆了嘛 不能這樣子啦 是不是 對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五月份軍火商 對 軍火商怎麼 以前怎麼可能迷目張膽 現在就直接講台面我們 對 五月份未來 那為什麼台灣需要到軍火商 對 以前都不敢講當然有 但是現在就扶上台面 我就是要攻你武器 那還需要講到什麼 對 所以 我們沒有辦法幫助這些人 建立正確的觀念 但是我們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處境 是多麼危急 所以 能夠幫助我們逃過這一次大結束的 就是福報 你沒有福報 你躲到哪去都沒用 真的都沒用 所以一定要加強累積福報 你最慘啦 你就最沒有福報嘛 對吧 你從今天的運作 你就可以知道了 對 是 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 來 直覺思維訓練 來 不過這個 這個什麼 前面我們討論這一段 通通都會刪掉 不會掛出來 因為 因為這個跟大眾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必須要討論 為什麼 我們不討論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做正確的進展 所以這個是 就是掛出來的時候這一段就會被刪了 對 好來 1 2 3 Go 不捨八協 入八解脫 好來 一次了哈 1 2 3 Go 好 楊宗憲來 師傅各位師兄 我楊宗憲 弟子楊宗憲 四者發表我的想法 好 那個看到這張圖的話 我第一個看到的是很多數字 對 那再來就看到很像一個 一個網一樣的東西 一直往一個地方深邃進去 那中間感覺就像黑洞一樣 像中極本質這樣 是 那圍繞在這個 這個網旁邊的就是數字 就是我們講的現象界 對 那也是我們常聽到的 現象界由助量數的一個概念 這樣 喔 現象界由助量數 對 因為 因為有很多數字在 對吧 是 好 很好 因為八協八解脫也是數字 由助量數 非常好 對 然後看到有藍色的光 然後有黃色的光 那我的聯想是像能量波動一樣 像能量波動 對 非常好 這個聯想是非常有意思的 好 好 謝謝 謝謝楊宗憲 講得非常好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 對 非常好 來 1 2 3 GO 你不用看別人啦 就是你了啦 因為你們這次要兩個 我掛出來那麼久了 你都沒看喔 我真是一個呆子 1 2 3 GO 不用想 你在想 又進入邏輯思維了嘛 你隨便講一下也可以啊 你不需要 組織你的語言 像沈榮海 每一次都要什麼 語言要組織好 要怎麼講 那都是呆子啦 一定不能這樣做 你這樣是永遠學不會直覺思維啊 直覺思維就是要你拿起麥克風就講啦 因為無關對與錯嘛 你就是講嘛 但是你講的 不能像你那個金庸小說那樣子 你要講跟這個主題有關啦 來 好 好 可以 師傅 各位師兄 我問問Avera Home Chandra 好 弟者翁翠萍試著回答 好 那個我看到那個畫面上 他有很多數字 對 還有像網狀的東西 對 我就想到我們這個三度空間 自從有了這個電腦網路以後 又多了另外一層的世界 而且有些想像裡面 小說裡面 電影裡面 也可以人可以進出這個網路 可能然後進出會有一些故事 然後我們最近上的這個 這個開場的視頻 也提到這個機器 AI他們的語言 是經過這個電腦的這個數學運算 我感覺到就是這樣子 現象界這個越來越多層面了 那這因為這個增加的這些 就有正有邪 所以我就不知道這個跟我們那個題目的那個 不捨拔邪入拔解脫 是不是怎麼樣子正反的一些關係 這是我想到的 好 好 來 蔣路華 我是蔣路華 試著來分享 就我想到的是煩惱與輔提 就是說 你不捨八協類似煩惱 我說這樣子 就是說這些現象界的煩惱 我要超越 我不捨 我不要說 捨是什麼意思 就是捨棄吧 不要說我不要跟這個八協 或者我不要跟這個煩惱在一起 而入解脫 就是事實上我們應該有無相生 你利用這個煩惱 你不捨就是不要捨棄這個煩惱 而是藉著這個煩惱 你可以入解脫入菩提 這樣子 那跟圖有什麼關係 圖就是八協就是這些數字就是 就是八協嘛 它象徵的就是現象界的這一些 可能鞋劍或者是鞋道 那九呢 這就是八協我想是形容詞 或者是有八個重要的鞋劍 或過八個就是鞋劍鞋道 或是鞋方法這樣 但是你可以藉由 你不要說這個是鞋的 我不要跟他在一起 而是你要超越這個 他你藉由鞋道入解脫門 入八個解脫門 你藉由這個現象界 這個東西然後你入到終極本質 進入終極本質這樣 好OK 好 翁崔平離的比較遠以外 其他他們兩個講的比較好 布蛇 蔣路華湯差一點對 但是還是不對 蛇就是放下 布蛇 照理來說我們都要說把邪放下 捨掉 可是他這邊強調布是什麼 超越捨與不捨 這意思就是說雖然他是邪道 但是他也可以幫助你覺醒 所以金剛經講什麼 一切法皆是佛法 邪法他也可以幫助你覺醒 所以他說你要超越捨棄他 你遇見了邪法你不要起煩惱憤怒心 你應該是要用不二中道的方式 超越捨棄這個八邪 才有可能進入八解脫 你那個捨掉八邪自然進入八解脫 他這邊要強調的是你不捨棄 所以你超越八邪不是用捨斷的方法 不是用砍除的方法 是不捨他 不捨 為什麼要不捨 要帶來有無相生 要帶來正邪相生 這是最大的重點 你把它捨掉就什麼都沒有了 就像煩惱與菩提 你要超越煩惱 而不是斷除煩惱 你超越煩惱 讓煩惱成為你正物菩提的資糧 對吧 不二中道厲害就是厲害在這裡 所以不二中道可以說 空有併去有無相生 就是他沒有砍除任何一個資源 別人認為很邪惱很邪惡的資源 他都沒有他都沒有砍除掉 他認為你在怎麼邪惱跟我是同一個本源 對吧 我就是想辦法要把你翻轉成為有用的菩提資料 解脫也是 解脫就是涅槃 對 這個我們會講到 待會會有專有名詞解說 八協跟八解脫 好 那今天 發言��릴什麼事 音樂又來了 上一次的已經爆丟了 剛剛那個叫金銀元無趣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不捨八邪入八解脫 然後以邪向入政法要怎麼解釋啊 這個剛剛師傅已經解說了 然後以邪向要用邪向進入政法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邪向 欸好 你終於講通了喔 師傅還有各位師兄我讓我講 因為剛剛師傅的開示有啟發到我 就是因為我還是蠻飢餓如愁 雖然我自己缺點也是很多 但是現在有進步了 對 然後剛剛師傅給我的啟發就是像 之前那個楊宗憲師兄他弟弟的這個 楊宗玲 他的這個狀況 被外臨綁架 就是他其實也是給我們的啟發 對 很大的啟發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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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師傅為什麼能夠那麼快速的去 成功的搶救他 其實就是運用 對 以邪向入政法 我對他也沒有任何的歧視 也沒有對他有任何的 我說的是外臨喔 也沒有對他有任何的恐懼 也不想要 也不是說我要藉著你來怎麼樣 都沒有 不是 就是 以邪向入政法 因為既然會綁架嘛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那個 他的道法跟他的因緣的關係嘛 所以以邪向入政法要怎麼解釋啊 以邪向怎麼入政法呀 邪向 超越邪向喔 邪向怎麼解釋啊 好 好 趕快返公 師傅還有各位師兄 問阿 我也讓我們敲酒 第一 陳明儀 試著說出我對邪向的理解 是不是就是所有的不親近 分別對立 所有的不親近 二元對立 所有的不親近 跟所有的二元對立 好 還有嗎 各位師兄 弟子楊中憲試著表達看法 好 那個邪跟正是兩個相對的 那其實他就是一體的兩面 對 對 那所以你 你從邪你可以就是 進入到正的部分 就是有點像煩惱及菩提一樣 兩個是互相轉化的關係 OK 好 就像煩惱與菩提 好 還有嗎 好 你們記不記得 就最近師傅的文章裡頭 有一個 像有三種 哪三種 對 外相 你停留在世間法 你就會有邪啊正啊 這就是外相 然後鏡像呢 鏡像怎麼解釋 這三個裡頭最困難的就是鏡像 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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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是這麼重要 鏡像不就什麼都沒有了嗎 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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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像就是鏡像 鏡像 你認為什麼像都沒有 一個人能夠做到他 不被任何像干擾 他是不是已經到了 至少到涅槃的境界了 對吧 可是這個還是不行啦 所以 外相 鏡像 最高端的是什麼 無鏡像 超越你所謂的已經證物到涅槃的那個靜滅像 我都超越你啦 就是超越終極本質啦 所以 外相 鏡像 特別注意這個鏡像是靜滅的意思 就是所有的像都沒有啦 然後 再來就是 無鏡像 對 超越了所有的靜滅像 所以這個要怎麼 林柔 這個外相 鏡像 無鏡像 怎麼用到你的財口上 師父所有教的 你們都要想辦法用在我的困境 譬如說 蔣路華你就要想 我這個外相 鏡像 無鏡像 我怎麼用在我的閱讀量精靈不善啦 對吧 只有這樣訓練你才有可能成長啦 太多太多人學佛 他都是跟那個修行完全沒有 跟日常生活完全沒有結合的 聽是一回事 日常生活又是一回事 日常生活苦得不得了 然後上課上了幾十年了 對他的那個 人生的困境毫無改善 這就是呆嘛 對吧 上課不應該 學佛不應該是這種學法 所有的佛法 我在維持那個班上就有講 你一定要從經文裡頭拿到 他要教你怎麼健行的方法 而不是呆呆的認為 他就是在傳授給你甚深的毅力 那是不足的 他的方法就是你 落實日常生活解脫煩惱的方法 所以那是轉化的問題 你有沒有那個功力 這就是師傅教學最大的特色 對吧 那師傅每一次 你看我的方法這麼多 對吧 然後我上禮拜天在維食 播出了師傅在中俄大陸 有舉辦的那個 各種活動 不管是講座也好 或者是高端晚宴也好 每一個活動都是這麼大 這麼豪華 師傅沒有到場 我還是要強調 互聯網的時代 你是不需要有到場的 你要知道 你要真正利用互聯網 所以師傅每天努力的再播出 就是利用父母聯網 當作我的到場 然後你需要到場的時候 你再去租啊 對吧 那像我那天播出來的那個 那麼豪華的到場 我租是租不起啦 就菩薩他就會安排 有一個人 我到現在我已經不知道 這個人是誰了 他來跟我講說 那哪裡哪裡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場地 也許你去看看 你會 你會滿意 你如果你要在那邊演講 是他 他到底是誰 我完全想不出來 這個人到底是誰 甘久航 甘久航跟我一起去的 甘久航我問他說 那帶我們去的那個人是誰 他說我也不認識 你看 這是不是菩薩畫一個人告訴你 那裡有一個 那裡有一個很好的場地 你們去看看嘛 進去以後我就發現 這太豪華了 我打一折我也沒辦法 我哪能租得起這個 但是那個時候 我正在猶豫的時候 他們的秘書就來講說 我們董事長說 希望能夠見你 就是這樣 就這樣來的 所以你沒有到場 這樣可以揮灑 揮灑全球的舞台 對吧 所以不要被到場給鎖死 我要講這個 最主要是說 你要有方法不能呆 對吧 你現在困境很大 對吧 你要從師傅的教學裡頭 拿到方法 好來 師傅 學長們 我是您有試著回答 從這個觀點看的話 苦與不苦 都是來自二人對立 但是我們要知道說 感恩有苦 讓我們來磨練這個經驗 超越知道之後說 苦原來就是 苦到最底的時候 就知道超越了 超越我們就知道 一定要苦到最底 萬一苦不到最底 那怎麼辦 當苦的磨練當中 體會到 原來苦與不苦 都是來自同一本言 對不能苦到底 不能 不能苦到底 最苦就是這樣 最苦 最苦就是你已經走過了 對 對 是 可是我師傅是要你從外相 淨相 無淨相 去申訴你的苦 在我的感覺 外相 本來苦 這是一種 淨相 苦就是苦 苦 外相就是苦 就是苦 大家都共同認知 這個就是苦 好 淨相呢 淨相應該是我超越 淨相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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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超越 你剛剛都沒在聽 所以我為什麼要考你 就是因為你沒在聽 對 你一定真的不能小看師父啦 師父什麼樣子的人 你們都還不知道嗎 你心裡在想什麼 你心裡在想什麼 我會不知道嗎 淨相是什麼意思 淨相就是淨滅相 淨滅相就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你就說 有可能就是我苦到最後的時候 我所有的苦都沒有 但是因為你沒有修行功力 所以那只是一個假相而已 淨滅相這邊是要講 修行功力很高超的人 他可以完全不被任何相所束縛 但是這還不夠高 最高的是無淨相 連被所有的外相所擺平的 這一個那麼高的境界 我都超越他了 所謂用在你的日常生活 就是我現在是很苦 我的外相就是所謂 世間人界定的這個苦 所謂我要努力工作對吧 然後我藉由修行 我慢慢體會到淨滅相 就是苦到最頂點 你剛剛的最頂點 原來他也是滅的 滅就是沒有的 就是因為你已經超越他了 對吧 所以然後你這個時候就會很熱 我已經超越所有的苦 我以前睡不著我要喝酒才睡 對現在我已經不用了 然後我自然也都可以過關 對這是一個成長沒有錯 但是希望你還能夠成長到 我連這個靜滅的這個感覺 這種境界我都可以超越他 就是我要更自在 不管我的事業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更自在 那你說師父這樣子搞下去怎麼得了 那萬一他們垮了怎麼辦 1 2 3 GO 然後你會給我最LOW的答案是 師父再加持他們不會垮 那就是最LOW的對吧 好 等一下 加走啦 我是林總有設備答案 要師父這種方式的話 我讓我體悟到說 我醉苦都已經過 當那過程 我們體悟到過程的苦是什麼 所以我們已經增長智慧 我們就知道用什麼方法 來度過這個難關 可是這個方法是 我不能說不對 就是處在世間上 世間法啦 你講的是世間法 但是我講世間法是救急而已 你真正要翻轉你的命運 要靠出世間法 所以應該要怎麼 好來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路華試著來分享 因為外向如果是執著於外向 它已經超越外向 所以進入靜面向 進入靜面向就已經進入了高能量 所以你最後還有高能量的那個向 你最後再把高能量再捨 等於你的能量 你的結位是一直往上升 所以不可能 不可能那個 對 它才是正確的答案 就是說 你不斷的朝著這個 師父教導的這一個路上去走的話 你能量一直一直在拔高 雖然你現在還沒有辦法擺脫剎業 但是你的能量一直一直一直在拔高 你不可能去 高能量感召的是貴人 然後它會讓你有很多翻轉的方法 對吧 你不可能 而不是說我們已經苦夠了 我們也知道要怎麼操去改善我們的困境 不是那個方法 那個是世間法 重要的是 因為你不斷受到失誤的訓練 你的能量一直在拔高 你超越了外向 超越了靜向 超越了無靜向 你已經上到高能量 所以高能量感召的就是貴人 對你是有幫助的 你累積到一定的貴人的時候 你自然易如反掌 你換行業 或者是說你的財苦 突然翻轉 這都有可能 就是貴人 貴人 就是你的高能量怎麼去感召的問題 對吧 所以不是說 有師父在護職一定就沒有問題 太low了 這種答案太low了 或者是傳統佛學佛的人在講的話 這 我們這邊不是講那樣子的 一定是你要從能量上面下手 對吧 以一時施一切時 以一時施一切 一切就是 不施供養給一切佛 我沒有把它寫完整 因為太小了 然後你就可以施了 所以這邊你看到什麼 一時一切 你怎麼看 這就是師父常常講的 一極一切 有沒有 沒有 以一 以一個 一根香蕉 供養師父 或供養一切佛 一切聖人 然後你那個功德 這麼的無量無邊 一極一切 哪一部經講一極一切 講的最透徹 华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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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錯 华顏 华顏 华顏經 一直都在講一極一切 所以如果從科學來說 一極一切 哪一個科學可以來最好的闡述 一極一切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沒用麥克風 師兄還有各位 師兄 師父還有 各位師兄 我都喬喬喬 第陳迷世的說 就是感謝 就是講陸華師姐好像 他答錯 他答滑滑經 但是不是你上次 上次上課有用 他答對 那是他答對 他是蒙到的 沒有 對啦 那時候 那時候能量足 今天就能量不足 閱讀料 炒得這樣 黑了 對 對 而且拖垮大家 拖垮大家 為什麼要加重對他的技法 因為只有加重他的技法 大家才會跟著被技法 要他產生羞愧感 你有沒有發現他這個人完全 完全沒有羞愧感的 完全沒有羞愧感的 可是我是已經靜面相 完全沒有羞愧感的 完全沒有羞愧感 他直接無力反敗為勝 他無力 起死灰身 他會很差 他會直接躺平 躺平擺爛 讓你 而且其實他有爆發 一個人很情緒化怎麼當老闆 一個人沒有能力 起死回生怎麼當老闆 老闆就是專門在起死回生 譬如楊宗憲 楊宗憲他們貴公司 現在也在整頓去像我們這樣 正在整頓 也是雞灰狗跳 好多人都離職了 然後一個人要充當好多人的職務 要到處去接應 對吧 他們的老闆就是要起死回生 砍了一大部分的人以後 產生了混亂以後 要從這個混亂裡頭把它重整起來 這才是老闆 對吧 這個人有辦法嗎 他就躺平擺爛給你看 我就是這樣子 對吧 這種人怎麼當老闆 這種人沒有自律 還有沒有自律能力 沒有自律 該怎麼做他搞不清楚 他太隨性了 太情緒化了 對嗎 是嗎 對 脾氣也太大了 對吧 因為你脾氣很大 你都一直都在負能量裡頭 你怎麼跑閱讀量 我每次轉換閱讀量 我都已經念妙吉祥如意 你們都沒有啊 我傳授過給你們 你們也都不用 對吧 我一定念妙吉祥如意 妙吉祥如意 妙吉祥如意 然後回向給所有情主的每一個人 對吧 所以我真的沒有被封過 每一個人都特別尊敬師父 對 好 好 所以 所以 所以林柔你要加強你的那個 思維 對 要加強你的思維 對 要加強你的思維 是 不能停留在世間法 不能停留在世間法 世間法是救急而已 出世間法才是你救命最重要的秘方 非入定義 非起定義 起定就是起來 不入定了 非入定 非就是怎麼樣啊 超越 入定 超越起坐 我們通常都會講起坐啦 就我已經離開傳作店不做了這樣 所以這個是 不要現在我 陷入在我現在是在入定 或我現在是已經起坐的那個窟窿裡頭 然後 因此 非助世間 因為如果一個人他修行境階很高 他雖然人還沒有往生 他還活在世間 肉體都還在世間還活著 然後 但是呢 他的入定功夫已經可以超過那個三界九地了 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 已經到了很高的層次了 所以他已經是 我們看他是應該要怎麼看 超越他住在世間 也超越他怎麼樣啊 他已經正物涅槃了 對 這個是 雙邊超越 好 今天是哪一位 今天是林柔耶 可以順嚴嗎 你說什麼 順嚴喔 不可以順嚴 你有準備嗎 沒有 我今天反而想到是你 沒關係 你想到是你喔 沒有 你試著沒有準備試著講講看 試著講講看 試著講講看 對 對 是 是 練習嘛 練習 這是練習 這是練習 等一下喔 我現在想到我先播一下 我又加了兩個人 我讓你們看一下 下個禮拜是翁翠萍 喔 sorry 下禮拜翁翠萍再來講陸華 再來是謝民宗 好 好 好來 好來 師傅 學長們 翁阿伯仁 請坐啦 我是林柔 好的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生命實踐 那個一畫一世界 對 我今天的接引人士 我來這邊上課的接引人士桃子 因為當初遇到困境 對 所以再來上課跟師傅結言 對 我今天的日月星 日是師傅 月是上課 好 星是我 好 我師傅上課 我都在其中 諸我今天我沒有來上課 沒有來上課 今天如果沒有師傅 沒有教室 我就沒辦法來上課 但是如果我沒有來上課 就沒辦法跟師傅學到經典教化 對 所以這 從這一切 如果用 什麼新冠 你要套用了嗎 你要操用科學理論了嗎 對 如果 這裡還沒講 你要覺知 沒有 我覺知 那個 如果我沒有經過師傅的教化 師傅的 來上課沒經過師傅的教化 我就沒辦法解脫我的困境 當中 我就用 波 波函書 怎麼定理 不是 他不是要講波利二重型 海參寶 受不準 定理 如果用海參寶定理 來講我師傅 對 還有上課 對 都在其中 海參寶呢 海參寶是講 就是撤不準嘛 所以一定是 如果 上師傅開講很多東西 海參寶撤不準定理 你就體悟到 世間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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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世間無常 我就沒辦法改變我自己 所以 這就是 亂了 對 亂了 沒關係 你排在 謝民中後面好了 今天算你沒講 不是 師傅最近有 腦 fra人 有 押瓣 瘋 彌 fired 還在治療 有去看醫生嗎 不是 可是 那醫生怎麼說 對,那醫生有說,那是腦子有長東西嗎? 對,所以 所以我不是已經有跟你講說,你的身體都已經出了問題 我還問你說,難道你自己不知道嗎?有沒有,我給你留言 對,我講得很含蓄,對吧 腦波裡頭有什麼? 電,腦波本來就是電 我問到手腸,不能都出現了 那個電跟那個不一樣 腦波是電位 電位,potential 就是波的電位 對,每一個人的腦都是會產生電位 對,而不是說觸電那個電 是電位,potential 對,這也有錯 這是我剛剛碰到東西,就變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問你問我,我問我問我,我請教導法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個我一定 因為我們 我相信法師也不好講 但是我跟每一次法師 就是我們回到療房這個中間 事實上 三不五時就會講到這個情形 所以真的 已經有 常常我們在那個 就是不能講很明 我們就講說 你一定要半米半斤 趕快 趕快走 已經 法師去撒精到現在已經很久了 一年多 對,那陰魂只是越來越重 怎麼可能 越來越少 你們又沒有超度 又沒有什麼 所以再來 你現在是靠法師在加持 但是沒有轉化 所以一定要 真的就是下定決心 現在知道 有鏡像跟無鏡像 你一定能夠拿到高能量 根本不用怕 你就是衝出去 因為太多陰魂 真的是不行 因為這後面 就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你離開你的本業以後 沒有飯吃 你根本不用害怕 因為你上師傅的課 你那個思維高 你會感召貴人 但是你一直都在殺生的行業 貴人進不來 對吧 我前幾天給你打電話 留言 我還講 難道你還不知道你的身體 已經起了狀況了嗎 已經出了狀況了嗎 對吧 有了這個 這個我可以證明 法師一直在講 但是因為 法師不能明講 都在課堂上不是很痛 只能無法 點一下 再點 一定要聽 一定要聽進去 對 對 他都已經預測 誰會出 身體會出問題 對 對 兩三個禮拜 都幾乎這段時間 都一直在進 對 是 一定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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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一定天無絕人之路 對吧 你有技術在身 也有能力 也有業務能力 的能力 你最好的是業務能力 對 然後 然後 謝民忠 他有技術 對吧 我都想去問問 卡伯 他那邊有沒有缺師傅 對啊 這是上禮拜有跟我講 對 說一定要衝出去 對 沒問題 他那是素食嘛 對吧 看看他有沒有缺師傅 身體有健康 什麼都重要 有保險 對 沒辦法 一定有患之 但是身體 你不要現在的忙 就是為了將來的醫藥會 那不是sleep job 就是這樣嗎 是 婚食就不行了 你看 尤娟他多篤定 他認識師傅以後 聽師傅講您說法 他們家本來是賣魚的 鯊魚嘛 然後他 他就把 這個道理跟他爸爸媽媽分享 說師傅講怎麼樣 他們很快就決定要離開那個鯊魚 很快 很快就決定要離開鯊魚 就去賣那個太子生 太子生就是人生 但是他很短的 就那麼小 叫太子生 他們為什麼要 要 那麼快趕快轉業 因為他 他弟弟就是無底洞 一直賭博 一直 哇欠債欠債 人家都來找他 他跑到家裡來 根本就 你來不及緩嘛 對吧 我說 這樣子 你還要再繼續殺鯊魚 對吧 你太呆了嘛 我說你三更半夜就好轉 對吧 還有尤娟 剛認識我沒多久 他那指甲啊 指甲跟肉是分開的啊 你看他多痛啊 根本就碰到水都沒辦法 他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就撕個指頭都這樣子 哇那個太疼了嘛 對吧 你看 這指甲是保護這個肉啊 對吧 他是分離的呀 那 他來給我看 我嚇了一道跳 他問我要怎麼辦 我說這個是業障病 你看醫生都沒用 他說他有去看醫生沒用 我說你唯一的方法趕快拜慘 因為他那時候才剛認識我 他是為了要考博士班來求我加持的 後來就破格考上耶 破格耶 他本來不會錄取的 破格錄取他 你看這個加持力 發揮到淋漓盡致 然後 他來給我看這個指甲 我說你這個沒有辦法 你就是業障嘛 你一定要趕快怎麼樣啊 拜藥師禪 那個時候 我身上也沒帶藥師禪 那個時候決宣都還沒有開始 做什麼功課啊什麼 什麼都還沒有呢 然後我就說我從 我下個禮拜來的時候 給你帶一本藥師禪 就給他帶一本 然後告訴他 也沒有辦法完整的傳授 他哪裡要拜啊什麼 沒有辦法 就告訴他你有佛號的地方 你要跪拜 臨時傳授給他跪拜的方法 他拜藥師禪 拜到這手指 全部都好了 你看他那個堅定對佛教的堅信 那不是一般人 所以我前幾天跟他講 尤娟你快要被我開除了 因為他起早老師不合格嘛 他閱讀量很高 他沒有問題 起早老師不合格 然後你知道他給我的答案是什麼 我怎麼能夠被你開除啊 開什麼玩笑 我說你小心啊 你跟中仙麗都是一樣啊 你們不合格 我照樣把你砍掉啊 他說我已經想好了 我一定不會被你開除了 我說你有什麼好方法 他說我買了三個鬧鐘 然後就要吵我 然後我說那你這幾天 為什麼還是在回籠 他說我一個鬧鐘想完的時候 我沒起來 第二個鬧鐘又想 我說所以你呆嘛 對吧 你三個鬧鐘分 2點半 2點40 2點50 我說那你不是跟蔣路華 一模一樣的呆嗎 對吧 你要三個鬧鐘 同時在2點50 我說不相信你不會起來 對吧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看吧 他認為他一定不會被我開除 很有信心的 我相信他不過 他有信心的 不過心裡始終比較重要 師父我想問 像景開逢他這麼有名 可是他開到世界各地 但他畢竟不是傻業 對 那那個海霸王不也是一樣嗎 很有福報 很有福報 你們有看過頂泰豐老闆的面相嗎 那個鼻子真是太飽滿了 以前他沒那麼出名 我還曾經帶過一個德國的 因為我們台灣也是我管的 我管的那個市場 對吧 我還沒回來台灣他們就有了 那時候沒那麼出名 但是我就想要讓我那個德國老 嘗一嘗什麼叫做小籠包 所以就帶他去 剛好那老闆像一尊佛一樣 坐在正門進去 就看到那個老闆 我嚇了一大跳 嚇了一大跳說 哇這個人的面相這麼特殊 他為什麼還只是經營這個小店而已啊 那時候他還沒有大發嘛 但是我已經 我跟那個我的德國老講說 這個店以後會發達會賺很多錢 他說你怎麼知道 我說那個老闆的面相 就是非常非常有財庫飽滿 而且能夠守財 結果沒想到他後來這麼出名嗎 對吧 可以啊 分享嘛 分享案例嘛 他們的創始人剛剛往生沒多久 對 說不好意思 因為他的那個老闆的媽媽是客家人 所以客家電視台 特別為他製作一個電視節目 對 就是在感慨他店開完 然後他媽媽就立刻就過世了 對 可是我因為我現在學佛了 我在想是因為他們做那個蟹黃都 蟹黃包特別出名 對 就是是不是就是沙葉真的也很深重 當然沙葉也很重 而且越開越大嘛 對吧 全球都有他們的分店 越開越大 那營業量越高 然後他還是在沙葉嘛 對吧 所以就是他現在是在想福報 同時的過程當中也在造惡葉 是因為他本身福報真的很夠 很夠 他以前小店的時候我就去吃過了 對 然後我太印象太深刻了 因為他就拿一個的椅子坐在 進門裡就可以看到他 我就想哇 這個人的面相太 真是太旺了 太旺了 對 尤其那個鼻子 對 但是 So what 對吧 那個 那個什麼 海鮑王不也是一樣嗎 對吧 海鮑王已經紅了幾十年了 對吧 沙葉很嚴重 海鮑王他們有自己的船去捕魚 他們本身福報還撐著 還撐著 但是他造很多惡葉對吧 所以撐到沒有惡葉 沒有福報的時候 二月就來了 第一個就是 他一定會被開刀 因為他殺太多了 所以一定會 他自己會開刀 會生病要開刀 像他媽媽也是 沙葉特別重 他媽媽那個 蔣樂華的媽媽 他一輩子就開刀好多次了 我上次不是講 他昏迷了四個半月 他還在開刀耶 開那個整個牙齒通通都 車禍的時候撞壞了 寬骨也斷了 都還在開 那這個以前 光是一個盲腸就要開兩次啊 對吧 那還有無數多呢 沙葉特別重 對 對 師父您之前有說 像譬如說之前海民寺會有一些療房 就是平常沒有人住 然後你們去打掃的時候會很多蚊蟲或蛇 蛇 那你就只能拍一拍讓牠走 然後那還有別的方法 如果蚊蟲真的很多呢 蚊蟲很多 其實你看吧 就像我們海民寺的大寮 不是廚房 一定都會有螞蟻啊 螞蟻很多嘛對不對 因為有油啊什麼的 所以螞蟻很多啊 所以就要怎麼樣啊 你是不能殺牠 要告誡牠說 我三天以後我要開始噴藥 你們要趕快走喔 你要給牠有時間逃命 對 而且你噴藥不能趴殺蟲劑 是要趴那個髒腦油啊 那種味道牠不喜歡的 驅蟲你就是要驅趕牠 而不是把牠殺掉 不是 對 請牠手有效嗎 當然有效 你開什麼玩笑 牠也有生物波啊 我們講 你不要以為牠能夠聽得我講話嗎 不是 是頻率 頻率在灌輸 對 牠會走啊 牠會走 我們那個 螞蟻可多了 我告訴你啊 真的 是啊 還有 因為我們海民寺也很老了嘛 對吧 那廚房也是 好多的 好多的蟑螂啊 我 我到海民寺出家的第一個晚上 喔 就被那個 那個什麼 跳蟑 釘得這整個都腫得好大啊 就 因為那個療房都沒人打掃 所以跳蟑 第二天 上 上店的時候 老上就發現我這裡 有 好大一種 種的 紅種啊 他就拿藥給我擦 就是說這邊 那個 跳蟑特別多 所以 出家是很多的 很多的考驗 對 所以那個 蟑螂你要怎麼樣 蟑螂也不用什麼 蟑螂你就用肺子粉 他很怕香味啊 你在你的療房四周都給他 屋裡啊 都給他 撒肺子粉 一下他就跑光光 他不喜歡那個味道 所以你要知道他的特性啊 對吧 香香的 你沒有肺子粉 你用肥皂 融在水裡頭 那個肥皂水不就有香香嗎 對吧 效果沒有肺子粉 好 那個肥皂水就可以灑在 噴灑在那個四周 這樣就可以驅趕他 要用驅趕而不能直接就給他殺死 對 不能 一定不能 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 因為你相不相信你殺死他 他還會再來 他的夥伴會再來嘛 對吧 會來救援他 因為死了以後他有陰魂在那 他的夥伴會來救援他 所以你殺他是沒用 你要趕他 你驅趕他 然後聳親念佛給他 對不對 是 好 那個人又去 又去 那個 我要 我不管他啦 我要播啦 這個是我們的第二期 接下來我們跟大家談談這個語言模型 到底是如何預測一個句子的距離 各位記得這一段非常重要 因為當你看完這一段 你就再也不會認為聊天機器的人 有意思會思考了 語言模型是如何預測一個句子的機率呢 這裡我們使用N圓語法模型 Ngram model來說明這個概念 假設有一個句子 元宵燈會即將在台北 空格空格 這兩個空格呢 一般人都會想到應該要填入矩形 也就是出現元宵燈會即將在台北 電腦能夠預測出這句話後面出現矩形的機率最高 假設N等於4代表第i個字與前面三個字相關 這個稱為字圓語法 例如我們要找一個字W 接在在台北後面機率最高 W就代表第一個空格 假設電腦計算出在台北後面這一個字 矩的機率最高 則就會輸出元宵燈會即將在台北矩 接下來再繼續找下一個字W 接在在台北矩後面的機率最高 這個時候W變成第二個字 假設電腦計算出台北矩下一個字型的機率最高 代表下一個字就是型 最後聊天機器人就會輸出元宵燈會即將在台北舉行 總之自然語言處理從頭到尾就是在算數學機率 事實上電腦完全沒有任何的意思 純粹只是在做數學運算而已 而電腦計算距離的方式是使用人工神經網路 稱為ANN又稱為類神經網路 它是一種模仿生物神經網路的結構和功能所產生的數學模型 用於對韓式進行評估或者近視運算 我們調整的參數稱為權重 OpenAI推出的CHAT GPT使用了GPT 3.5模型 參數高達1750億個 開始具備大型語言模型的商轉圖形 各位現在看到左邊這個就是人類大腦裡的神經網路 神經細胞又稱為神經元 這個神經細胞後面接了一個軸圖 軸圖的末端是圖 這個圖圖會刺激下一個神經細胞 而且各位注意一個神經元會有好幾個圖處刺激下一個神經細胞 右邊這個圖就是人工神經網路或者類神經網路 各位看到的圈圈就好像神經細胞 這個箭頭就好像圖處 所以一個神經細胞有好幾個圖處 右邊也是一個圈圈有好幾個箭頭 因為右邊這個數學模型跟人類大腦的神經網路有點像 所以資料科學家就把它稱為人工神經網路或者類神經網路 大家聽到人工神經網路或者類神經網路這樣的字眼 以為科學家是用電腦來模擬人類大腦裡面的神經元 其實這個又是誤解 所謂的人工神經網路或者類神經網路 只是一種數學模型而已 只是因為它長得很像人類大腦裡的神經網路 所以資料科學家把它稱為人工神經網路或類神經網路 事實上它只是一個數學模型 也就是一個演算法而已 和人類大腦裡的神經網路沒有關係 就好像大家都知道類火車就不是火車 因此類神經網路當然就跟神經網路不是同一回事喔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談談聊天機器人ChatGPT引起的反制症候群 經由前面的原理說明大家就能了解 語言模型看似博大今生 但是它僅僅指的就是一個句子的機率而已 電腦根本沒有聽懂你在說什麼 不會思考更沒有智慧 只是無意識的在計算文字排列組合的機率而已 尽管自然語言處理NLP的終極目標 是要讓電腦能夠聽得懂人類說的話 讓電腦產生人類聽得懂的話 但是目前只能做到讓電腦產生人類聽得懂的話 因此距離擁有或者接近人類智慧的所謂奇異點還差得遠了 電腦並不理解人類的意圖 我們用的叫深層模型而不是理解模型 但是由於ChatGPT上線爆紅 讓記者網紅都想利用這個話題來趁熱度 在不了解原理的情況下使用ChatGPT聊天 再引用ChatGPT說的一段話 然後告訴大家ChatGPT擁有或者接近人類智慧 讓人毛虎手然嚇到失眠 這些行為在專家的眼裡真的會笑到失眠 我把這種現象稱為ChatGPT引起的反制症候群 而廠商看到這種情形也樂得有意或無意 不出來說明澄清 反正讓越多人誤會 這個新聞才越熱 這樣有利於產品的行銷推廣 微軟的搜尋引擎病 因此使用度大增 許多人紛紛轉向病的懷抱 讓搜尋引擎的龍頭Google有口難辨 這樣會讓病打敗Google嗎? 我認為完全不會 大家現在轉向使用病主要是藏鮮 但是當越來越多人發現 ChatGPT常常亂講話 甚至爆出口開黃槍 就會想起正確性才是搜尋引擎最重要的功能 畢竟我是來找資料寫報告的 不是來打屁扯淡的 不過網路上的搜尋 也有許多不在意正確性的 譬如說哪一間餐廳好吃 情人揭開送什麼禮物 這類問題趣味性大過於正確性 因此病會搶走Google的試占率 這個是肯定的 就要看Google未來如何迎戰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談談 ChatGPT的功能強大 連專家也中招 有趣的是不只外行人 在網路上其實也有專家認為 人工智慧類神經網路 運作原理跟人腦是一樣的 所以沒有道理說他們不會有創造力 不會有情感跟幽默感 像LE所產生的圖像 就顯示出強大的創造力 坦白說我看這一個專家的學歷背景 他絕對稱得上是專家 但是卻把類神經網路 這種數學演算法 當成是人類大腦裡的神經網路 會思考有情感 甚至把拼湊圖像算機率 當成是強大的創造力 這個確實是有點離譜 我的朋友是語言學的專家 針對這個現象 他打了一個妙譽 他說有些觀光景點 文化村裡面會安排演員 來扮演古時候某些工作大師 譬如打鐵匠 這個時候打鐵匠演員的動作很到位 全神灌輸的打鐵 每個經過的遊客 都為他打鐵的時候 敲出的火花驚艷不已 但是這個打鐵匠演員 和真正的打鐵匠有一個很基本的差別 真正的打鐵匠 在敲打那塊燒紅的鐵塊的時候 他的心裡是有一個成品的 他每一下敲擊 都在讓這個鐵塊 越來越接近那個成品 而打鐵匠演員 也就是人工智慧 則是每敲擊一下 都在努力的讓別人相信他是打鐵匠 所以真正的打鐵匠就是人類的心智 而打鐵匠演員就是大型語言模型 也就是人工智慧 也就是Chad GPT 這個打鐵匠演員 無論表演的再怎麼讓人驚艷 他都不是真的知道怎麼打鐵 就好像現在的聊天機器人Chad GPT 他無論講得再像人類的話 他都不是真的知道他在講什麼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專業的遊客 他本身不是打鐵的專業人員 也就是不是語言學的專家 但是他有第一手的打鐵表演觀賞經驗 所以他就把這些經驗寫成文章 好像這些使用Chad GPT聊天的人 跟電腦聊天之後 就開始寫文章分享經驗 所以他把這些經驗寫成文章的時候 就說這些演員演得太好了 都說服我了 將來不需要真的打鐵匠了 給那些從來沒去過觀光景點文化村裡面 看表演的人閱讀 也就是給一般的人閱讀 這些所謂的深層模型 不論是深層影像或者深層語言 都可以模仿人類的表現 但是他沒有想法要表達 他也沒有任何動機 人會知道8加7等於15 是因為人知道數學是怎麼運作的 所以人類是因果邏輯驅動的 而語言深層模型回覆8加7等於15 是因為他覺得8加7等於這四個符號之後 接上15這兩個符號的機率最高 所以電腦是數據資料驅動的 而數據資料驅動的思維模式 不是人類心智主要的運作方式 我一直在思考 為什麼資訊工程專家也中招 以為Chad GPT有感情與幽默感 分不出什麼是會思考有意識 什麼叫做數學演算法 後來我想通了 因為自然語言處理是跨領域的科學 不是會寫程式 會算數學就是專家了 他既然是語言模型 就必須要了解語言學 又會寫程式 這種人才算真正的專家 就像我這樣腦袋硬邦邦的工程師 我師故我在 對我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電腦會不會思考 和潛水艇會不會游泳呢 實際上是一樣的 這個是內行人才聽得懂的笑話 接下來我們跟大家談談 這個語言模型 到底是如何預測一個句子的距離 因為他又重頭播了 好來 1 2 3 Go 今天他都是在教導澄清很多人 對GPT的那個運作的誤解 以為他多厲害多厲害多厲害 其實他不是那麼厲害 對 他操控權完全是在人的手上嗎 好來 1 2 3 Go 好來 師父 各位師兄 我叫王阿貝拉風柴子 好 他就是王崔平試著講我的 就印象最深刻的 他說這個語言的出來 這個人是因果邏輯產生的 然後這個機器人他是那個 數據驅動 對 所以如果這樣子導出來到最後 確實是這個Chatter GPT 他就是 就是不足為人所拒了 但是就是說這世間就是蕴藏著很多 像他說打鐵 真正打鐵的鐵匠跟打鐵匠的演員 他們的差別就是一個人要讓人家相信他是演員 另外一個他就是要為他的成品 所以這世間蕴藏著很多這樣子相對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還是他講說這個自然語言形成是跨學科的東西 所以就是很多東西都是跨界的可能就在思考上 可能要往這方面去著力 師傅的教學不都是跨領域嗎 對 一直都是這樣 交叉學科 我在北大的講座這麼出名就是 在我以前沒有人做交叉學科的論證 對 這個就不容易啦 因為你交叉學科 你每一個學科都要很熟嘛 對吧 那這個腦 那個腦神經的那個 ATT Artificial Nature Network 就是類人工的那個網絡 這又切到我的專長了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十四兆英雄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你要了解腦也不容易 像今天我寫的那個什麼 我寫的聖玄語錄不是講眾欲心發狂嗎 我有講為什麼你會心發狂啊 對吧 因為你刺激到那個多巴胺 Dopamine它是幸福四種荷爾蒙當中的一個 有多巴胺還有呢 血清素 還有催產素 還有一個是腦內肥 其中多巴胺 它要產生多巴胺 這四個那個什麼樹啊 那個幸福的那個荷爾蒙 它要產生方法都是不一樣的 他們雖然都是幸福快樂 帶來幸福感 愉悅感 但是產生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多巴胺的產生方式是要 需要報仇 你要給他報仇 他才會釋出這個多巴胺對吧 所以為什麼說眾欲的話 你會有快感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多巴胺你 你這次買到了Hemmers的那個Bukin Bag 就是愛瑪斯的勃金包 我講過從1.2美金到3萬美金 900萬 從30萬 最便宜的要30萬 最貴的是要900萬 Hemmers這個公司你們認識嗎 英國的公司本來都是在生產 跟馬術相關的產品 馬去啊等等等等 可是你看現在會馬術的人 越來越少了嘛 對吧 所以他就轉行轉到這個皮革上面 非常成功的轉行 一個包包900萬 他還不 你一般人他還不賣你啦 不賣你 他要檢驗你的那個社會身分 還有你 你是不是有真正有這麼高的收入啊 就像我們的我們公司的那個叫豪華 Ross Royce汽車 你有錢要買Ross Royce汽車不容易 他也不賣你 你要具備有英文能力的司機 然後你要有身分地位 對 他會調查你的 你要知道 因為我們那個都是純手工打造的 不是賣給一般人的 對 所以 所以一樣嘛 英國因為以前很強大 他是人質不落國 所以他們的 他們的產品的製造 都是一定往最最尖端的 上層社會的最尖端那邊去發展的 我回到Dopamine 就是說你為什麼你會上癮啊 因為你買到了以後 你會興奮起來 是因為你得到報酬了 你本來很想要這個東西買不到 現在買到了以後 他得到報酬了 所以Dopamine就被刺激了嘛 對吧 被刺激了 所以他就產出了 讓你有愉悅感嘛 對吧 可是你要知道 這種得到報酬 用報酬來滿足你的幸福感 你看刺激會越來越強啊 對吧 你沒有逐步增強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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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動的話 他沒有辦法帶動更大的報酬 所以他就會懈戴啊 他會idol在那 他就不會有什麼愉悅感 以前買到一個就很有愉悅感 現在買到兩個也沒有什麼愉悅感 要越買越大 對 要越買越大 對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會變成成癮 而且你要戒 而且你要戒 戒除他你會痛 為什麼 你就沒有什麼好辦法可以來戒除他 這個就是來 我為什麼說那個同性戀 他會 他會 那個 肉體會有問題 就是跟Dopamine有關係 就是他的愉悅是要來自對方給予報酬嘛 給予對方也要出力 然後我得到滿足了 是因為對方給出了那個產出了 所以我得到滿足感 是來自於對方的報酬啊 來自對方的產出 我得到了報酬 所以我產生愉悅啊 這是Dopamine的最主要用在同性戀 我說他為什麼會有問題 就是這一點會有問題 還有 有些人他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結婚 他有手銀的習慣 這都是很傷身體 很多人搞不清楚 為什麼手銀是傷身體的 有的人呆到不行 他不覺得這有什麼關係啊 錯了你手銀的話 你沒有人產出給你啊 是你自己產出啊 這對Dopamine來說 這是不合法不合格的 他一定要有一個對象產出 給你報酬嘛 對吧 這樣可以懂嗎 所以你們一定要對很多事情的解釋 是要有學理 你才能夠說服別人相信你啊 而不是道聽途說道聽途說 沒有用的 師傅寫的文章 你一定要好好的仔細的看 為什麼我第一段我寫成癮 會成癮嘛 對吧 會上癮啊 因為就有滿足感嘛 然後戒痛 你要戒除他不容易 不容易 對 好 那我趕快出作業給你們 然後我們就要來下課了 剩下來了 剩下來了的經文 我會在解釋的那個 解析宣的視頻裡頭給你們 如何可以預測劇值的機率 這是 這個是那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ChatGPT 它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來測試這個句子要出現的機率 出現機率最大 兜起來兜起來就變成一個句子 所以它是使用N元的這個語法模型 來計算數字的機率 這個數字的機率就是數字出現的機率 這個噪音是怎麼來的 OK 好 那電腦計算的機率是使用類神經網絡 就是我說的ANN 這個2016年那個 那個阿法狗打敗世界的那個叫什麼 圍棋手 世界最大的最高階的圍棋手 韓國的李仕陀 那個時候2016請你記住 2016就開始使用ANN了 使用類神經網絡了 所以這不是新東西 只是說ChatGPT繼續使用類神經網絡 注意這只是數學演算模式 而不是電腦運算 它一直停留在數學演算的這一個階層 然後再來它有一個生成 它是生成語言 它自己不是理解語言 它一點都不理解 它生成出來給我們的語言 人類可以理解 但是它是不理解 因為它的功能就是負責生成 所以我們使用ChatGPT最重要的正確性 是要怎麼樣 一定是要正確啦 你使用ChatGPT它給你錯誤的 你也沒有辦法來辨別 那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新的報告要把以上選擇三點 我列了四點 你融入佛教的意理 然後你的那個主題第一段主題 對機器人發展的期待 對機器人發展的期待 上面這邊講的是它現在的發展 一定有所不足 期待是說 你希望它往哪個方向更好 或你有什麼想法 這樣可以懂嗎 這邊都舉出來它有非常多的不足 譬如它只負責生成 它不能理解我們嘛 對吧 那你有什麼想法呢 你怎麼樣可以讓 你當然不會寫程式 你不能改造它 但是你有想法嘛 想法始終是最重要的 你有想法的話 那個設計的公司 如果採用了你的想法 那將來也許GPT 它就能夠有更人性化的發展 對吧 好 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兒好嗎 好 好